很多粉丝都问我说 在美国晚上是不是很害怕呀 一出门是不是就遇上billbill啊 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来实地探访一下 在美国怎么去买一个billbill billbill这个东西在美国不稀奇 你有我有大家有 这就是一个成人玩具而已 任何一个人只要年满18岁都可以拥有枪支 但是呢拥有枪支之前呢 你得先考一个试 主要是考你一些枪械的使用规则 很多人说那是个持枪字 其实它不是持枪字 在美国只要你是公民或者绿卡 只要你能通过背景调查 没有什么重大的犯罪历史 你都可以买到枪 所以那个并没有持枪字一说 咱们考的那个呢 只是一个枪支的安全守折 那么一个守折的话呢 需要交纳25美金到28美金之间 不同的商店不同的价 这个枪支安全守折 你可以考中文的 一共30道题 只要对到23道以上 你就可以合格了 考完以后呢 这个售货员现场给你越卷 只要你对了 立刻你就可以选购你所心仪的枪支了 你选好这个枪以后呢 他会把你选购的这些信息呢 送到这个联邦 由联邦去背景调查 看看你有没有犯罪历史特别重大的 那么你如果没有犯罪历史 在10天以后 你就可以取到你心仪的这枪了 由于美国50个州 每个州的法律不一样 像加州 他对于这个枪支管辖 就非常的严格 很多自动连发的 他就不允许 还有什么重型武器 也是不允许卖的 可是你要是去到拉斯维加斯 或者去到德州 什么火箭炮 什么只要你有钱 什么都可以买 像在美国的德州 那儿就非常彪悍的民族了 在那个地方 只要你有持枪证 你可以把你的冲锋枪 都能挂在身上 带着出门去逛大街 但是这个在加州 在洛杉矶 你就不允许挂着枪 到处去走了 像在加州 洛杉矶的话 我们买的枪 都是必须要放在车的后备箱 不能放在车前面 而且呢 放在家里 也必须放到保险柜里边 带锁 锁上 你不能随必的 乱放在地上啊 什么的 经过一番挑选以后呢 我们绝对不选最对 就选最贵 我们选择了这把 是整个店里边 价格最贵的一把 AR15 一共2200块美金 我还准备过后 再把这个枪改装一下 弃成个粉红色啥的 到时候扛着出去打猎 多帅啊 咱们这儿招待朋友 如果朋友 从远方而来 我们招待他呢 就是带着他周末 没事就到山里边 去打枪 打猎 最后还选了一把 1911的博朗林 1200块 大家觉得这两把枪 合适吗 蛮 ở 劈果 诱